跟我猜的名错 你真的长了一个脑下垂体线 50岁的施女士 看起来手脚已经与常人无异 但其实在12年前 她曾经在一次喜宴中 被那颗医师一眼看穿 她可能患了直端肥大症 但她半信半疑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手脚肥大 只是产后产生的妈妈手 以及肥胖而已 而且更神奇是 朝夕跟我相处的家人 同事朋友 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一样 我也觉得我很正常 因为我都把它合理化 是因为我怀孕的快息 走出后是不能回到说 你以前完全没有外扩的程度 但是会杀我回去一点点 常跟脑神经外科医师 张成能解释 直端肥大症来自于脑垂体 分泌生长素过量 目前台湾约1400名患者 虽然可以靠手术切除腺瘤 加上后续的药物治疗 但急熟的是 这种病初期的症状不明显 比较发病前后的照片 其实相差并不多 因此根据脑垂体协会的资料 有将近四成的患者 没有察觉到自身改变 等到外形明显变化 像是额头鼻子嘴唇 手脚变大增厚 才惊觉需要就医 可是到末期的时候 它可能会造成血糖的增加 糖尿病没有办法控制 那更严重的时候 会造成心脏的肥大 那可能造成心脏衰竭 所以这是它最严重的地方 医师也提醒 枝端肥大症的发现不易 加上并发症 很类似糖尿病 高血压和心脏病 很容易被延误治疗 因此民众对于身体的变化 要有警觉性 及早就医 才能将伤害将到最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